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。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已經圓滿結束在澳門的考察行程, 亦會在今日5月26日回北京。 行政長官何一成在今日下午3點半在政府總部會見傳媒總結夏寶龍的考察行程。 而何一成說道,夏主任表達澳門經濟色度多元發展, 不是選擇題,是必做題,特區政府和澳門各界必須統一思想、堅定信心, 排除萬難,實現經濟色度多元。 其實他講這個色度多元是一路以來都在講我們不可以單靠賭業, 因為賭業去之前說花毛百日紅, 現在三年疫情亦都給我們看到賭業如果是有什麼風吹草動的話, 其實對整個澳門來講不單只是我們一般市民可能沒什麼做, 甚至乎是政府的稅收也都是不可以做得到一個平時開支的收支平衡, 也都不可能靠發債去養政府的, 因為如果靠發債去養政府的話, 那大家都要知道,發債的話, 其實澳門是有好大筆的支出是公務員的薪金來的, 那你說那些買債券的人會不會去買債券呢? 那這個點其實都幾細思極空的, 因為你是沒有一個收入去還錢的嘛, 難道你債蓋債嗎? 債蓋債的話就會變成滾雪球的啦, 所以這個色度多元發展它才會講是一個必做題。 那另外還有一點, 那就是有記者問特首會不會考慮參選下屆的特首呢? 那澳門的行政長官賀一成就表示, 他說自己還有大約一年半的任期, 暫時就沒有考慮。 那他這裏大家注意, 說是沒有考慮, 不是說不參選, 應該到時沒有人選的話, 都是特首賀一成繼續塌裝做多次的啦。 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